我的爱蒂是江南美人 是由韩国的NAVERWEBTON的同名人气网络漫画所改编 而该漫画不止在韩国拥有高人气 在海外的反应也相当火热 近来韩国网络漫画翻拍似乎成了风潮 也让我的爱蒂是江南美人备受期待 此句讲述的是从小因为长相丑陋而受欺凌的女主角在整容后 以为能够过上新生活 却在进入大学后经历与梦想中完全不同的挫败 在过程中找到真爱的故事 如同原作漫画有名般 从选角开始就受到关注的我的爱蒂是江南美人 最终有有斯漫兰之称的美男ASTRO车银油单纲 而因为整形而改变人生际遇的女主角 则确定由心计生传《吹把威风》的女主角林秀香单纲演出 但韩国观众似乎对这样的俊男美女组合不买单 多数的意见还是觉得不适合 因为除了男主角车银油看来太童颜 和相差七岁的姐姐林秀香 看来有些不搭之外 车银油本身的个性也跟漫画中的主角几乎是完全相反 男主角与剧中形象差超多 另外也因为车银油首次正式演出戏剧 就是空降男主角 也引起韩国网友对于收视机演技的担忧 不过首播的两集 收视率呈现上升的趋势 也稍稍减少了这方面的 单行而在之前 因为个性跟漫画原本设定很不一样 而不被看好的男主角车银油 最近因为之前做的的暖心举动 在韩国网路上掀起讨论 在作为Astro的成员活动的期间 曾经参与韩国便利商店的一日大公升活动 而在活动现场因为车子有点多 害怕旁边的粉丝被车撞到的车银油 一个快速的伸手抓住粉丝 惊险一瞬间全被镜头拍下来 感谢观看